太精彩了 现在是费德勒拿到了破发碟 好吃哦 又回到了平分 斜线变直线变得真的是太精确了 现在一把斜线把它拉出去 马上直线 就像拿沈子两个一样 这个球我们就说 刚才如果费德勒这球主动打直线 我也想 因为这球你回过斜线之后 阿加西也能够把这个球回到你的正手空档得分 还不如直接博一板直线 打阿加西正手这侧的空档 这一局确认阿加西的一发成功率很低 阿加西就是在第一发球没有成功的时候 第二发球也能发出很好的一分 而且呢第二发球的得分率也比较高 刚才我们看到它一发二发的得分率 在第一盘都是50%以上 现在是阿加西战线 这球显然也是阿加西的这个奔跑的速度更慢一些 就是有些原来的选手在对阿加西打比赛的时候 有时候就是要故意给他打这种落在比较浅的球 让他前后移动 甚至说主动让他把它调到往前来 这是他一个不太习惯的位置 现在是阿加西战线 现在是阿加西战线 我蛊加西战线 最近就是阿加西战线 这个渠下这分当中跑的距离太大了 最后呢 这口气没倒上来 没有吃不劲 这其实有非常好的机会 这一句稍微 根本都没有跟起来 这一句确实 打下来阿加琪又是 对她体力消耗是一个考验 现在是40比40 太热了 还可以打亮你看 我们的辣椒那些都有 我一会儿我就看一会儿 阿加琪都这个乐 你不最爱看这个乐吗 这个乐倒一下最小 真是哪屁呀 我骗你 你看看 这个阿加琪也有 金门那赢得了这一局 他能没有 所以确实 应该是预示的第二盘 应该会比第一盘更加的精彩 啊这么小就打了一盘啊 哎呦 刚才你成功下脑 嗯 这个扯的 他一直都放 从来都是放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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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阿加琪来说 33岁的年龄了 没有一个选手能够像他一样 13年都能够在排名上 进入世界前十 费德罗在上岸局 呃 措施了两次扩发的机会 现在他的这个发动局 对他来说是 异常的关键 现在二发的成功率啊 他急需提高一些 不飘老想吃着二发来得分 那也是偶尔的 刚才在阿加琪的上一个发动局当中的 费德罗也是 主动进攻 但是虽然没有成功 但对他来说 接下来还有几个发球局 现在是15比30 好球 真的又是非常赶发呀 哎呦 这是他第二发球啊 这局的已经是两个第二发球的A次了 这时候你出现的协议 确实有出现的协议 阿加琪犹豫了一下 也没说什么 四十比三十 我们那里有点赶紧 漂亮 真是已经天才呀 现在阿加西这七八球回得很斜 这球其实销得也不错 落点很深 这个球 费德勒能够在场上这个位置 打出这个角度来说 今天好像看着阿加西和费德勒打球 又使人想起原来阿加西跟桑普拉斯的打球了 因为世界上只有阿加西和桑普拉斯 在复兴对抗的时候 才能打出这样经典的球 甚至有时候桑普拉斯在底线的 打不出刚才费德勒所打出的那种球 他跟阿加西更多的这种 他的发球上台对阿加西的接触和底线 两种截然不同的 而今天费德勒的底线也是 多次跟阿加西打出了精彩的对决 都是可以说是让我们 让我们值得回味他一切对决